这是条美人都会走过的路 镜头通向哪里 我们都很清楚 有人边走边看 有人心不帮扶 我知道路程才已经过半 当青春不在我心依然 我坚持着风险 不愧迷我 走过了岁月 越来越长 不再有远方 无法阻挡 我心中的希望 一封锁下 无心远程 你怎么还在这儿 没去新公司面试啊 不会是没通过吧 不是 是 我 压根就没去 对了 我想找一下中欧物流平台的资料 你能帮我吗 好的 没问题 你等一下 我重新装定一下就给你 重新装定 得反攻一下 之前排的顺序 有点乱 高思聪 你最近有点反常啊 以前像这种琐事 是 你会觉得无关紧要吧 只有无关紧要的人 没有无关紧要的事 一报反应 啊 我会一直冒陪 要给你 那个题目上 坐下 那这个怎么形成人 你觉得还不行吗 你先下班吧 我还有东西没做完 叔叔 来来来 叔叔 来来 叔叔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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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来来 干了 喝喝喝喝 来来来 合作总 合作以外 多多合作 必须的吧 都给我干了 老陆 来 你好 你好 给你拿两瓶酒来 菲菲 你觉得这两瓶酒值多少钱啊 千八百吧 瞎说 我们吴总觉得 他这两瓶酒值一个亿 这么贵的酒谁敢喝啊 陆总 你朋友敞凉啊 可敞凉了 来来来 早一个 来来来来来 陆总 来 来来 陆总 这老子 你顺着我打个酱料 行 要什么 有点 我 猜 他就是你常说的那个垃圾经理 老陆 没有我帮他了 他就是那个垃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带带带 带带 我吧 一看见你以后 就没有食欲了 有事你就说事 说完事以后啊 把单买了 然后你就可以走了 带带 来 来来来 喝点 喝点 嗯 好吃 老陆 收购案子是 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不要因为我就不做了 这杯酒 我敬你 不好意思 我不懂你来说 你什么意思 你到底要怎么样 不是我想怎么样 是你想怎么样 喊停的是你 要做的又是你 我是你无可事的狗吗 好吧 算不过了 之前是我判断错误 现在麻烦你 继续做这个案子 行吗 对不起 慧叔 对不起 你不要 你不要轻轻 你跟他说什么 我说对不起 挂着 挂着 再给鞠个弓吧 鞠一个 挂着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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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多云 。 晚上有第一个 那就定了 может明了 睡众 你还打算做吗 你问我 我当然不想做了 现在看来你也不太想做了 要不就算了吧 别做了 说到底这是你的案子 你现在要放弃 我不会拦着你 不过你别忘了自己说的 三年 三百万 一个亿 材料我都备齐了 你还做不做吧 我都备好了 吃客 好 邱总 被医院的自产评读报告 再敷衍一份 正ան 我知道吴总的内心 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固执 可明知道是错的是 现在已经变得非attack不客了 赶紧把案子叫了 过了会 这事也就算了了 我先走了 你们接着弄吧 现在这样被动的局面 还有吴总所丑受的痛苦 都是因为我的错误 才导致的 你干什么呢 不是说复印 复印 你想什么呢 你干什么 得 睡觉完了 你赶紧拿着这些东西 过来挨个拼吧 好 新的碎纸机啊 那个出来就成灰了 咱们就不用给那条赖皮狗 在这儿拼这个了 这边谁要和您也没这么关系 你先放着吧 我来就行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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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总 你也别太晚了 早点回去休息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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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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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我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秋秋 你知不知道这种天气最适合做点什么 喂 喂 司聪 干吗呢 我加班呢 还加班 这不科学啊 混日子可打击不了别人 只能报复自己 是是是 你说得对 喂 喂 小岚 干吗呢 下班了吗 我想请你喝酒啊 不好意思 我这边还在加班呢 改天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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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啦 妈 先喝点水吧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 我是怕你累吗 想让你多休息一会儿 没了没了 我 找那些碎纸啊 那儿呢 都给你搁那儿了 妈都给你拼好了 好 胖子 小子怎么回事 头一次迟到了 昨天晚上 我们把那个 她的那 就不小心了 老吴 刚收到潘总通知 微影院收购案已经通过分控了 知道了 我们赶紧准备 证据在这周内上回 那就定等明天吧 明天 这么快啊 我看过收购案的材料了 已经很齐全了 不用再多做什么工作 赶紧过会定下来 下面好签约了 这个案子不光对四组来说很重要 上面给我们新业态的业绩压力也很大 尽快做成吧 别再节外生枝 老陆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好的 王总 邱总 你现在谱挺大呀 即便是昨天晚上加班了 他今天也不能迟到 别废话 怎么样 我们看 这是陆总的房屋买卖违约金 到账控制单 我在那个悬质机里面发现的 三百万 最 最奇怪的是这个日期 这是上周的单子 也就是说 他在把房子卖给李文鹏之前 已经先拿到了一笔违约金 这也太奇怪了吧 那他既然付了违约金 为什么还要继续买这座房子呢 是啊 是吗 因为买房的人根本就没有要真买 陆思修要的就是任何约金 这三百万是汇款 八九不离时了 但光靠这个当不了证据时 是啊 我才把你们两个叫上来 小商量一下 离明天投举会还有一天的时间 不管结果怎么样 咱们也不能束手待毙 胖子 你去这家房产中介公司 调查一下 陆思修的房产交易详情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证据 好 咱们两个回头重新检查一下 身边营业的资料 来 走 所以我让胖子去进一步调查了 有什么情况会及时汇报给您 老吴 一旦查出问题来 还没有 西伦 我们先都记得到 老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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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一定呢 王总 也许是我独虑的 能让你不可知怀疑的事 都是十那就问的 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 好 先生 您好 您好 你们上南路十九号顶层的那套房源 是在你们这儿吧 对的 对的 您好 请问需要什么服务 我已经早上算过了 我的八字 星座 身高 体重 跟这套房都特别合 钱不是问题 主要是 那个房主暂时没有要出售的打算 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这个属于房主的个人隐私问题 就不方便透露给您了 那您方不方便 告诉我就是 在这套房的交易过程中 已经支付过多少次违级了 这就更不可能了 我们要是告诉您啊 我们得吃官司 原来你看的是这套房啊 对对对 就是这套 我跟你说啊 这套房我太熟了 我告诉你啊 房东就是个奇葩 奇葩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知道 我们之前啊 给他打过好几次的电话 说要带人去看房 结果呢 人家直接给拒绝了 说什么只和跟房天下合作 态度 你这是不知道我多恶劣 嘴里骂骂咧咧 你说 这年头有他这样 重新卖房的人吗 那现在这套房 现在到底卖出去没有啊 房子 我 我给你查一下吧 上来路十九号 这房子在网上挂了一年多了 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 这怎么还有三次违约啊 三次违约呢 那交易的是同一个人吧 奇了怪了 三次违约都是同一个人 你看 持续赔款 你说真有意思 你说再赔个几次 是不是赶上房价了 目前我能了解到的情况 就这么多了 干得好 胖子 这就这样你们的怀疑没有错 还差最后一个证据 刘英鹏跟陈美尹业 到底有没有关系 得接着查刘英鹏的申闻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需要一个漂亮一家人女同志 蓝千亿 那蓝千亿行吗 不能是咱们公司的 我 我倒是 还有个人险 全部给我 这边 走 林警令 你好你们好 你好你好 你先 你好 你好 等你了 这儿照着读啊 对 你先熟悉一下 还挺多 可以了 对 听说陈美最近要拍一个 大型古装剧 名叫《漫天踩云传》 我想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 不行 不行 你 你得再 再找着那个 那个状态 就是 那种 那种状态 对 你还是再熟悉一下台词 找找状态 我懂你们意思了 你再来一遍吧 预备 哥 听说陈美最近要拍一个大型古装剧 名叫《漫天踩云传》 名字都好听 我想在里面演一个小角色 宫女啊 丫鬟啊 什么都行 你看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 看你表现 我先看他表现 看他表现啊 那你不用看这个组了 我就表现一下 放心吧 刘总 这事儿我肯定不会让你白帮我的 要不咱们今晚约个地方 约个时间 好好聊聊 我就喜欢你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咱们一会儿见 你放心 白事儿 我会找机会带你去见我姐夫的 姐夫 问他姐夫是谁 那您姐夫是 我姐夫张柯呀 陈美的副总 你的事儿就一句话的事儿 你下acement 吴总 陈美的 吴在旁边 总 deleted 请休ري上获奖赶饮 要不要我给你订个包房 谢谢啊 ond楽 我干吗 若是你也得 那些隔壁老郎啊 我跟你说 他这一周可真没少跑 要不然你们能这么快迁下来吗 对啊 这已经给你们算到 上个季度的业绩里边了 帮你们四组 可是平了一个大坑 还没公布呢啊 别乱说 乌总电话 接一下 喂 师哥 我们正想跟你打电话呢 撤吧 别撤了 为什么呀 我们 好 怎么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说别让咱们往下查了 为什么呀 没说 那我们要不要先回去 可能他有其他考虑呢 不是有其他考虑 是有顾虑 我跟了芝哥五六年了 我认识的吴克芝 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 以后他一定会后悔的 那我们还继续查吗 查 出了事我扛着 还继续查 我们要检查 我带去 我们要检查 你没找到 我不想尽管 你看了 我怕你 就不得了 我才能去 为了公司 为了我们 您已经付出太多了 就这么一个人渣 不值得您也赔进去 查吧 到了这一步 你我都心知肚明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你我都心知肚明 我都心知肚明 按程序来吧 程序正确也很重要 要不我直接主题问一下 好 好 卡 你 好 刘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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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吴克之 他是为了排除异己 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扣帽子 他就是这样的人 我都已经习惯了 但是 您怎么能相信他的话呢 我们也希望是不误会来 所以才要尽快调查清楚 也好还你一个清白 不是吗 刘总啊 我绝对会全力配合调查 但是您得考虑一点 时间呢 是吧 陈美那边的人就没脾气吗 这个项目 板上钉钉稳赚一个亿 双方利好的收购案 就是因为吴克之阻挠 来回来就搞不定 要不是我在中间周旋的话 您觉得 现在还能有金晨什么事吗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已经通知审美了 会面取消 项目暂停 这谁的面子啊 王总 你还有一个事 straighten一下 行吗 出来一下 行吗 出来一下 行吗 你咱们是不是疯了 像我们读到这一步了 你还得找事情 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的 只要结果对大家好 又能有多大过错呢 现在无论是你 还是我 都没有判断对错的资格了 吴克人 你他们是疯了 装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 你能得到什么 你想得到什么 我现在就给屈总打电话 你就可以去死了 我告诉他就是你搞黄的病毒 到时候不光是你 还有你手底下那帮小崽子 都得跟着一块儿去死 对了 他不会接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接受谁的贿赂了 我们怀疑是陈美 来来回回她还有没有点心的啊 刘云鹏给我违约金 跟陈美有什么关系呢 你别说说违约金了 就算她直接给我现金 那也是她个人的行为啊 谁管得了啊 我要的是证据 你们有吗 抱歉 我们来晚了 我姐夫专科呀 真美的副总啊 我姐夫专科呀 你的事就一句话的事 吴克思 你毁了金晨队这个项目 三年的热情和回报啊 相比公司一个亿的收入 我是拿了一千万算得了什么呢 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的是你 今天毁掉这项目的不是我们 而是你自己 把一个估值三个亿的项目 借卖成一个亿 你敢说你是为了公司吗 别再狡辩了 再说下去 侮辱的只有你自己 吴克思 我真不明白 你到底是图什么 你不会明白的 好帅是吗 是 怎么不上楼啊 上上上上上 你们去几楼 在你楼下 你们是 金晨 这怎么回事啊 好 老公 过来 有一定的 你让我找人 找人 持有禁止 就是 可以 蜘蛛 帮我找人 你找人 帮我找人 你拒绝了 oni epsilon 那你娘 只不过公司内部的处罚肯定的了 降职或者分配到比较边缘的岗位 不过遇到这种情况 大多数人会选择主动提出辞职的 谁都清楚背上这种污点 不说断送了整个的职业生涯吧 但是在业内的话 基本没什么前途 我现在到这一步 对您来说有什么好处 那我到底是有事没事 还不就是您一句话的事 那为永悦到现在 你以为就是靠那创始人 拿了金晨几百万就可以了吗 钱不可能自己生钱的 这三年你比我更清楚 我为金晨付出了多少 金晨也是我的心血 不是吗 要跟他捅了吗 你是真打算见死不咎 当初我跟你说的话 你还记得吗 事可而止 量力而行 你 齐仲慧 你别觉得 你现在在这儿说两句屁话 就能把你自己摘干净 当初 哪个当初啊 当初我给公司 挣大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当初你默认我尽四组 你拿我当枪使 你怎么 你怎么不说 你怎么不说 你说呀 请进 你等着 秦仲慧 我也等你玩玩的那一天 没人来玩的 都必须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哪怕是被当做棋子一样舍弃 所以 你与世界交手的这般棋 到底是从哪一刻棋 转向了崩盘呢 很多毕书的棋局不在于对手 而在于自己 不知不觉间 你早已落入了将军 直到对手受欢时才猛然惊醒 但却已为时已晚 这一次 无人牵扯 谁难得 又何必苦涩 谁在星火点的光芒之中 努力燃烧着 谁在涅槃之后 一直谁得慌张 人生从此清晨 何必再忽然记得 这次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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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到夜深的时刻 无人牵扯 只留着时间与我长河 手间的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